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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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腳踏車 入線圖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去做的 極限運動 我們現在在這個 巴蘭卡斯特康布里 極限運動公寓 我們那時候在廣告上看到 最想說我們講自己出來的 它總共有 兩公里五百公尺的長度 世界上最長 我們目前選的是這一個 就是有七趟的繩索可以留 這個就蠻貴的 這叫一千PESO 所以台幣要一千七百 這個的話大概八百PESO 可是可以花七趟 感覺不好 教學時間 要是嗎 這樣 好 好 是这里 第二段的繩索 这段比较短短的 140公尺 总共还有五段要滑 刚刚过了一个独木桥 很快来到第三趟 就比较远就五百多公尺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溜的路径 很敬佩那个阿公 六七四岁来了 就你会滑到人 几乎小到看不到 我们来到第二个吊桥 这个吊桥123公尺 我们走的时候 只能踩在那个中间的木头 因为如果踩到边边的话 它会开始晃 上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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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I think the canyon is 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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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g 我们现在来到第四段 539公尺 请小到不知道在哪里 它太长了 它变成需要两个人一起 它两个人的重量才滑过去 那两个人的重量才滑过去 所以现在就是第一队 第一队他们要先出发 好 现在准备了滑 就是这一次七段里面最长的一段 一点多公里 这是第七个缆车 还是最后一个缆车 这个有715公尺 你滑太慢 它就要帮你拉一下 像它可能体重不够重 就没有滑过来 然后就要翻过来 然后自己用身体把它抓上去 所以找有的梦魇 因为应该是如果有人在中间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卡住了 他就要我去拉它 我滑着的时候耳朵 听到的声音超大声 因为那个刚手 就会在你的耳朵边一直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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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姐姐看起来也比较轻一点 这真的好棒的照片 哇 他快速了 这就是要停的意思 然后他说不用停了 就可以飞进来 这是一个漂亮的上 漂亮的上 这个女导游 看他超帅的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在那边 NB上有两个 看起来很像就是外星舰艇 我们从那边就一路滑 滑到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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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个绕着是山谷 最后再从这边滑回来 等一下要是搭这边的这个缆车回去 我们接下来 就是这个橋 它那是VIA FERRETA 就是什么 鐵道走路 那就是这样慢慢沿着沿着沿壁 这样走下去 全世界各地 著名景点 有神奇的食物 它是蓝色土甲 蓝色玉米做 再加一些生菜 原本就有起司 這是他們的辣醬 吃起來咬起來就像一個小漢堡 哇 蠻好吃的 我們現在要做第二個兩公里的飛行 富倫在跟富倫 有一種要去外太空的感覺 這個東西超重的 這應該等一下是我們的滾的 超級重 我們是趕上最後一班車 前面有一群 就是那個富倫社的全世界有錢人的小孩 具體在一起 我們前面大概卡了二、三十個人 然後現在開始打雷 所以我等一下下雨就不能玩了 下雨就不能玩了 太重了 喔 太貴了 多貴 我們前面卡了太多人 所以現在我就不能帶這個很重的這個滑人 走來走去 這邊有人在做的就是叫 Via Ferretta Ferretta是鐵路的意思 然後它其實是源自於奧地利 義大利交界的那個阿爾卑斯山區 就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很多士兵就是在那邊都聚居 因為義大利可能原本在海邊的男生 突然被叫去當兵 然後到山區根本不會爬山 架設很多這種像鐵道的那種鋼條 你就可以把它 就我面對紙索器在上面 走路大概快一點點小時 終於到我們 準備起飛 Lily要去第一次 現在換Lily上場 啊 哦 嗯 哦 嗯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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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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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猪猪 走路 目前張老爺還要把這個花輪扛七百公尺回去攔車站 還蠻考驗我們的體能的 還好在這邊可以把裝備收掉 他們這個小車真的把他送上單 剩下的都不要自己走 哩哩哩的走在前方 嘩哩哩 homeowners 作困價 57 18 10 10 6